赌王家族是澳门的顶级豪门,家族产业遍布各行各业,赌王的妻妾一太,如今也撑起了豪门家族的产业,澳门本地的顶级酒店开业,都能看到赌王的妻子,儿女盛装出席,他们有钱有势,能力出众,几位一太年轻时就风姿卓越,漂亮出挑。 儿子女儿更是继承了颜值基因,美美亮相红毯,吸睛程度都不输给女明星。不过赌王的子女们大多有不足的一处,那就是身高。年轻时候的赌王颜值立体,面相俊朗,他有一米八的大高个,身材高大,也是十足的美男。 但是赌王的几位太太,除了原配是葡萄牙人,长相混血,其他三位太太全都是身材比较娇小,东方气质浓郁的美人。 也是因为如此,赌王的十七个子女中,只有长方一脉的子孙,长相更西方一些。 长女何超英,更是赌王几个孩子中,身材最为修长,体态最有明星范儿的一位。 至于其他三房太太,生下来的孩子都没有继承赌王高大的身材,即便是男子也是中等身高。 二房生下的长子何游龙,三房生下的次子何游启,以及四房生下的三子何游君,四子何游亨全都随了妈妈的身高,个子偏矮,而且比例也一般。 至于赌王的女儿何超穷,何超莲,无一例外,都长了一张美貌出众的脸蛋,但身高也依旧是偏矮,尤其是和女明星同框的时候,更是相当明显。 在赌王大家族的合照中也能看出,赌王的几位太太,个子不高,子女也是身高差异不大。 西梦瑶嫁入豪门之后,也常常会出席家族共同出现的场合。 每一次她都是穿着平底线站在边角,但她的身高不仅能压过在场的女性,还能压过在场的一众男性。 当然,何游君和西梦瑶的结合是因为爱情,二人的婚姻虽然遭到了外界的质疑,就连何游君也因为自己家庭关系的负责心疼西梦瑶的付出。 但客观来说,西梦瑶的身材比例真的很好地改善了家族的基因。 近期,西梦瑶、何游君携带两个孩子出门被偶遇,看了他们全家游玩的合照才发现,西梦瑶对于两个孩子的基因贡献有多么重要。 何游君的大儿子何广深如今不过五岁,但是他的身高已经快窜到何游君的胸部。 之前在节目上,何游君也和西梦瑶表示,何广深从小就要比一般的小孩高一些,一方面是个子长得快,一方面则是手长腿长,一看就是大高个的底子。 这次全家出游,何广深和何游君还穿着同样的球衣,父子俩互动亲密,何游君常常认真倾听儿子的说话,而别看何游君的个子高出一大截,但何广深的比例的确要比爸爸出众。 如果不是西梦瑶的基因影响,其实何游君这样的身高,生的孩子很难超过一米八。 除了大儿子很高之外,何游君的女儿也遗传了妈妈的超模身材。 小女儿Romy现在才三岁不到,但是在和妈妈的同框罩中,她并没有站直却已经超过了西梦瑶的腿长。 看得出来,穿着母女装的二人,肢体比例其实很相似,Romy的腿长最少占身高的七成,上身短,下身长,腰线很高,就连胳膊都显得很长。 此前,Romy还小的时候,与西梦瑶同框,西梦瑶把Romy抱在怀里,Romy穿着连裤袜的两条腿也是相当修长。 从何广深和Romy的身材来看,西梦瑶真的改变了赌王家族第三代的基因。 作为超模,西梦瑶的身材一直都是内与公认的顶级水准,她不走风鱼的路线,但身材高挑,竟身高178厘米不说,手长腿长,更是超模中最养眼的存在。 如果不是认识何幽军,嫁入豪门,放弃了模特事业,现在的西梦瑶绝对依旧是国际T台上的台柱子。 西梦瑶有这么好的身材,当然也离不开父母的基因传承,西梦瑶的父母都是高个子,在何幽军的全家福中,抱着小孙女的四太身高最矮,而一旁穿着黑色裙子的西梦瑶妈妈,比四太足足高出了一个头。 父母身高就很出众,西梦瑶更是及父母之长,身高出众的同时,比例也很好。 不过话说回来,本身豪门家族就已经算是人上人,他们掌握资本,家财万贯,名利双收,身高对于他们而言,并不会影响他们的自信。 这一点从何幽军身上就能看出来,他虽然身高不高,但每次和西梦瑶出现,两人都特别亲密,西梦瑶无需为了照顾何幽军牺牲高跟鞋,何幽军也愿意在被网友讨论调侃的时候吐槽身高。 甚至此前,何幽军还牵手西梦瑶走上红毯,他完全不在意妻子的身高压过了自己,而且还为西梦瑶回到专业领域的闪闪发光的样子感到骄傲,这样的大度,在寻常男人身上还真找不到。 也难怪,在二人的婚姻备受质疑的时候,西梦瑶会非常坚定地表示自己嫁给了爱情,而不是豪门。 在这一点上,更说明了一个真正成功且豁达的男人,对于一切客观事实的包容,何幽军的娱乐精神,也是众多豪门贵公子在内于不受欢迎,但何幽军却喜提小金豆的外号,深受网友喜爱的原因。 而何幽军娶到了西梦瑶,也确实为自己的后代谋取了外形上更好的优势。 身高影响气质,如果何幽军的儿子何广深以后也准备从商的话,家庭实力的托举,以及父母颜值,西梦瑶身高基因的优势,都会让他成为更完美的男人。 最最重要的是,何广深和Romy一定是在有爱的家庭中长大,何幽军对于西梦瑶的疼爱不言而喻, 两人的婚姻关系建立在彼此欣赏爱慕的前提下,这样忠于彼此的爱情也一定能让孩子身心健康地长大。 不知道二十年后的何广深会不会成为像赌王一样,既有手腕魄力,又有风流公子外形的商场名流。 最近,一家四口的甜蜜游玩罩曝光,何幽军和西梦瑶带着儿子何广深现身香港迪士尼乐园,何乐融融的模样瞬间刷爆了社交媒体。 眼尖的网友们不仅注意到他们的幸福生活,还特别盯上了一个细节,年仅五岁的何广深, 个子竟然已经接近父亲的胸部,身高比例几乎完美,腿长得像超模。 很快,大家纷纷开始讨论,这孩子是不是打了基因优化针,身高,腿长,身材比例都是遗传来的。 从网络的讨论来看,这一话题迅速走向了一个方向,是家族基因的强大,还是现代科技的助力? 毕竟,西梦瑶本身就是人间腿精,而何幽军作为赌王何鸿深的儿子, 在商业上的成功也让人不禁想问,这家人,简直是从基因池里选出来的完美标本。 让我们先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待这个话题,何广深的身材真的是基因优化的成果吗? 基因的确在身高、体型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,西梦瑶那双令人羡慕的长腿, 何幽军的优秀基因传递下去,孩子从小就有了开挂的起点。 但是,基因优化,这个词有些魔幻,毕竟,大部分孩子并不会在几岁时就展现出如此令人惊叹的身高比例。 于是,很多网友开始感慨,如果优化,也能像购买奢侈品一样轻松, 那么大家是不是可以随便买个基因包,明天就拥有一双大长腿,一个高挑身材呢? 当然,现代医学已经有了基因编辑技术,但对于普通家庭来说, 想要通过技术手段,优化基因,恐怕还得等上一阵子。 毕竟,基因和环境相辅相成,培养一个健康、聪明的孩子, 除了依赖基因,还有生活中的营养、锻炼和家庭环境等多重因素。 所以,何广深的优越身材,不仅仅是基因遗传的功劳, 家庭的养育和教育方式同样起到了重要作用。 不得不说,晒娃这件事已经不单纯是一个娱乐话题, 越来越成为父母们的无声较量。 比如,西梦瑶和何幽君,几乎每次晒娃, 都是在悄无声息地展示自己作为父母的成绩单。 看我家孩子多高,身材比例多完美, 这已经不单单是晒娃的范畴了, 更像是父母的隐形竞争, 谁的孩子更高,更帅,更有天赋, 谁就占据了朋友圈的风头。 有网友调侃道, 这对夫妻真是用基因和身材打了一场完美家庭的广告。 这些评论虽然带着调侃的成分, 但从另一角度看, 也揭示了当今社会对于完美家庭的期待和审美。 今天的父母, 不仅要有能力给孩子最好的教育和成长环境, 还要在外貌、气质等方面展示出高标准的要求。 但即便如此, 如何平衡孩子天生的优越, 与父母对孩子未来的引导这两个看似对立的因素, 却依然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。 毕竟, 孩子的成长是个系统工程, 只有让基因与培养并行, 才能真正在社会中立足。 事实上, 从何佑君和西梦瑶的家庭互动来看, 更多的网友称赞的是他们的幸福, 而非基因, 无论是他们在迪士尼乐园的亲子互动, 还是全家人身上流露出来的温暖气息, 都在传递一种简单而美好的家庭氛围。 其实, 基因并非唯一的决定因素, 真正让一个家庭幸福的, 是父母之间的相互支持与爱护, 以及对子女无私的关怀。 何佑君和西梦瑶显然做到了这一点, 他们的儿子何广深在优越的基因基础上, 享受着父母无微不至的爱与照顾, 这样的环境无意促进了他身心的全面发展。 看似简单的一家四口的合照, 背后却折射出的是家庭成员间的深厚感情和默契, 哪怕是在完美, 的基因也需要这种无形的爱来滋养。 有网友留言, 你家孩子遗传了好多优点, 但最重要的是, 他继承了你们的幸福。 这句话或许正是许多人心中的共识, 幸福的家庭才是最完美的基因。 何佑君和西梦瑶的这次全家出游, 虽然因儿子基因优化, 一是引发了热议, 但我们更应看到的是, 他们所展现出的幸福与和谐。 毕竟, 在这追求完美的时代, 谁能保证基因的优化就等于一切的完美。 或许, 正如这场家庭旅行所展现的那样, 完美和幸福, 从来不是由外界的标签决定的, 而是来自家庭成员间真挚的关爱和相互陪伴。 好了,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,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,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, 感谢大家的支持。